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没事吧 你 现在有两个男孩子同时在追我 我爱的呢 是之前认识那个 可是新认识的这个对我很好 家事背景又不错 这是紫阳的妈妈 爸爸 姚紫阳竟然是执行长的儿子 我该怎么办啊 傻丫头 爱情又没有先来后到 这家事背景不错 但可以后来聚上了 只有权和钱才是爱情的保鲜计 我们结婚吧 我会给你一辈子的幸福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 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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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 你会 我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 我个眼睛就再没法离开你 我行 我已经爱上你了 恭喜你 你怀孕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孩子是我 我有权力知道真相 哇 威琳 你用我这个儿子就好了 不要再想那个狠心无情的傅琪海 别想念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女 为你解密 霉晨 小心 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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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晨霉晨 我从十岁那年开始游泳 游泳是我的成长 我的人生 周亦辰 江泽是对的 是对的 现在我的腿断掉 没有前途 你就更瞧不起我 更下定决心要离开我 你拿着你的钱 走 周亦辰 你真的是太无可救药了 看不出来 你还挺关心他的嘛 走 跟我去居心掌道说清楚 你放开我 小心 走 我要去叫周亦辰 往前去 你要是敢泄露出去半个字 我恨你一辈子 孩子没了 我跟你更是没有一点瓜葛 才分开两个月 他就变心了 既然无法挽回雨晨的心 那就学会放手吧 努力忘记过去 勇敢向前走 我们餐厅将举办一次厨艺大赛 希望各位呢能够踊跃报名 这个围裙 是我真心诚意对你的祝福 幸运练 送给你 祝你勇格冠军 我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参加 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互相切做厨艺啦 有热烈的掌声 欢迎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 我希望各位下午 是为自己最爱的家人所料理的 那么这个食物 就不只是触动未冷的食物 我要宣布这次比赛的冠军丘主 下平安 天啊 好棒啊 每次煮这道菜 我就会想起失散多年的女儿 哇 好香啊 这是妈妈的鱼吧 妈妈 威廉 菲菲 是你 我真的找到你了 是你 菲菲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再见不到你 菲菲 我一直相信 我可以找到你的 菲菲 菲菲 你往远一点 你跑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为你们一家人 还得还不够惨吗 平安 他就是威廉 跟我大大出手的姚子样 竟然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让我妈妈找到他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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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高兴 我 爸爸 爸 他做父亲的 会拥肩一切 包括自己的生命 去捍卫自己的孩子 若一 虽然你跟他还没结婚 但是我知道 他就等于是你的缘夫 宇人 怎么会这一个样子 夏平安都已经跟你爸父子相认了 你知不知道吗你 孙董 您托我调查的恋爱的下落 已经查出一些线索了 她才是董事长的亲生女儿孙小芳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一次给我说清楚 我就想要总经理的位置 总经理由周宇辰生人 这是为什么 夏飞飞就是孝佛 她就是董事长的女儿 所以夏平安 她就是董事长 她唯一的七万岁 夏平安 那我就跟你一个道理吧 你就是那个厨师吧 是 这明明是食物中毒 你看不出来啊你 今天这事 我一定会追究到底的 周宇辰 快告诉我 分明在哪里 我对那个白痴 一点兴趣都没人 是不是你买头人 独乱花斗餐厅 让客人拉肚子 我不能走 你要是再不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 不要紫阳 拆穿你的假面目 还有你肚子里还在 是鸡子 我全都告诉他 上车 到底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周宾 周宾 我要有飞的感觉 若宇 嫁给我吧 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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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周 以无生命危险 过一会儿就会转入死亡病房 现在这个里 若宇 伤重复生 我们正借这一机会 打败白乡灭 机会想离安 但他永世翻不了身 不要打 让你回家 你说没时间 你有时间来看这个野种 他是你哥哥 你做梦 我这一辈子 也不会成为他是我哥哥 不要醒过来 你就这样一直睡着 我是他最好的女友 你要敢亲他 你就死定了 你是谁 我是他姐姐 各位同仁 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布 新任总经理的人权 就是站在我旁边的这位 周宇晨女士 你没有资格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今天 你必须要采穿 你赵宇晨的假面目 他为了嫁给有钱人 什么都可以牺牲 平时为了你才出了车祸 他牺牲了他的前途 也是你去毫无留情 把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全部牺牲了 甚至还可以牺牲你肚子里的孩子 什么 你赵宇他说的都是真的 对不对 我为嫁子你为啥来 我为嫁子你为啥来 我每次醒来 就觉得 我好像永远都见不到他们了 这个梦跟现实啊 它是相反的 你做这种梦啊 那就说明你很快就能跟你的亲生父母见面了 好亲啊 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小方 菲菲 你看这个条件 真的跟你很吻合 真的跟我很像啊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菲菲爷 这个是影像网的寻亲节目 会不会真的是你爸爸妈妈来找你了 夏菲菲的资料照片 已经被寄到影像网了 完了完了 所有的一切就要认给这个下平安了 观众朋友 天涯寻亲 今天要请一位忧心期盼的老夫妇 来介绍三十多年前 他们离散的女儿 这一封 装的是老夫妇女儿儿时的照片 这一封 是三位来宾提供的照片 经过刚才的仔细比对 现场的三位来宾 很遗憾 他们都不是当年老夫妇失散的女儿 回去吧 我爸爸妈妈到底在哪里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大半辈子的青春 都献给了这家酒店 如果有任何人不费吹灰之力 就夺走我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这对我也未免太不公平了 夏菲菲又有夏菲菲 你到底是谁 竟然值我两年的心 实际办法怎么样了 我也完成您的吩咐 好 请问夏菲菲女士代码 我们是公安局的 有什么事吗 你被检举签证过期 请跟我们去公安局 你是夏菲菲 跟我走一趟吧 子杨 照你这么说 夏菲菲他们这对母子 就等着被遣返新加坡了 没错 短时间之内 应该是不会回来的 一回到新加坡 就好像跳回了原本的时刻 一切都变得好宁静 好爱你 所有发生过的一切 就好像是一场梦一样 梦醒了 我跟妈还是一样 待在这间屋子里 继续我们的生活 平安 妈 姚浩琴 你这么狠心的对了 我不会饶你 过去就发现 我们掌管的基金 还有保险箱里面的一些存折 全都不翼而飞了 把钱 转到他的账 那户头里的钱呢 一笔资金转移到了 夏平安的账户上 还有笔资金 竟然转移到我爸自己的户头上 我绝不会让公司的资产被淘负 我会让董事长说权 立刻扯完执行账 这一切 就不服你了 毕竟 我们这么害怕 网络公司 还有酒店 路人一手 不如就想了个 府邸出新的办法 我们来的 如本翻译 投资长星企业 怎么突然又提出这么个计划 爸 我想这是我们酒店 拓展海外版图的第一步 你想干嘛呀 啊 撞规 造反 投资长星企业 在经由我这个朋友 从中运作 到时 董事长的那笔资金 就能够转入到 我们的印象 干杯 干杯 这里的事情千头万绪 我希望你能够回来 好 我们现在要拘捕你 随意被控涉嫌逃税 必须跟我们回去做我说明 餐厅被指控逃漏税 你身为财务长 刚才没发现 公司的财务出了伤 随意这一次 肯定会被判好几亿 我们只能把手中的股票 全卖掉 还上这笔资金 用海外投资 大量的收购股票 到时候我就是餐厅的代表 你确实就是不在我手上 再次把我说的话当你不是 你休怪我仙女的脑底 姚子洋敢这样救我 你没有休想好过 你够了 让对方拖入地下管道 会前到海外 这不是姚子洋发的吗 站住 你生下来是我做的对不对 我恨你 我恨你